现在过几个小时 阿根廷即将在台湾时间周日凌晨12点对上伊朗 而阿根廷队长 现年26岁的阿根廷王牌梅西 当然最受瞩目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就带你一起了解 这位有新马拉动脑称号的超级足球员梅西 16号世俗赛阿根廷首场对上波赫 阿根廷王牌利昂内尔梅西 在第65分钟时踢进一球 这是梅西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 睽違八年在世界杯踢进的第二球 26岁的梅西目前效力于西甲巴塞隆纳 曾获得三次欧洲联赛冠军 五届西甲联赛冠军 并在2007年到2013年 连续七年入选年度世界最佳11人 更在2009年到2012年 连续四年获得金球奖 广泛被媒体和球迷认定为 现今世界最佳球员 梅西擅长运用左脚盘球技术 极其细腻 控球能力超强 平平上演令人难以置信的 破人进球戏码 梅西 梅西由梅西从莉安尔梅西 正确的技术 梅西从莉安尔梅西 好球技术 每次都要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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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球王马拉杜娜曾四度参加世界杯 1986年26岁的马拉杜娜 在墨西哥世界杯踢进五球 带领阿根廷夺下世界杯冠军 相隔28年世界杯再度回到中南美洲 梅西恰巧26岁 也穿着10号球衣 究竟有新马拉杜娜支撑的梅西 能不能像前世界球王一样 带领阿根廷夺下士族冠军呢 成民们拭目以待 新浩尔海电视张其林整理报道 旅行